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如此重视足见品牌的江湖地位 这一场呢 主打与艺术对话 与时空交流 选择了很多与创始人同期的艺术大师的作品 作为这一次灵感来源 这一场秀和以前的整体评价似乎不太一样 所以这一次 不论是与艺术对话 还是和艺术对骂 我们且开 今天的思路是这样 先抓小再抓大 工艺细节和理念 两手都要抓 因为秀场分析 尤其是高定秀 对于工艺 如果一句都不提 那少说不过去 根据设计灵感 我把这30个look分成几个小组 每组对应一位艺术家 第一个让我觉得惊喜的出息手法 是look15 look29 灵感来自艺术家 Lucent Floyd 在勾针弹力面料上 用拼图的方式 每一片不规则形成的拼图 都像是一道画笔刷过的痕迹 毕加索很多人都知道 但很多人不知道 Lucent Floyd被泰特美术馆誉为20世纪 毕加索之外 最理想的艺术家 他有多红多出名呢 分享一个没用但很有趣的小故事 他的第一大中史藏家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英女王曾经拜托她为自己登基50周年 画一幅肖像 大家可以猜一下 为了这一幅肖像 英女王一共请求了她多少次 26次 54次 72次 答案马上揭晓 Lucent Floyd 她的画风和笔触 严厉而客观地描述生命 你在她身上找不到一丝一毫的产昧 最著名的作品 《沉睡的福利观》 曾经拍出3360万美金的价格 放到了在世画家作品 拍卖的最高纪录 我测试的这一张应该是hotel bedroom 非常干净的画面 用几笔就展现出冰冷关系 充满整个房间 而秀上 Look 15 Look 29 非常精确地还原了标志性的笔触 品牌工房选择全部用手工上色 除了磨装笔触 整体远看又呈现出一个视觉错位的女性身体 接下来 72次 为了这一幅登基50周年的画像 英女王一共拜托了她72次 前面71次 每次弗洛伊德都说自己脑袋疼 病疼 在睡觉 在会课 在拉屎 而当她终于同意的时候 英女王非常开心地说 6年72次 终于让她为我画了一幅画 我是多么幸运的人 而且弗洛伊德坚持要求 英女王亲自到自己的画室 做模特 最终画作很小一幅 而且没有任何美画 把妞女王画成了一个酷刮脸 有钱人 养马 王室 养画 第二个大的灵感来源 达利 随处可见的超前日主义五官 来自创始人生前的聚焦好友 画家达利的作品 水钻群的配色 达利就不多重复了 因为每一次这样做灵感都会介绍一遍 所以这里有多个瑞过 接下来 第三组灵感 这几个人脸手镯 来自雕塑艺术家 朱克麦蒂 朱克麦蒂有大量的纤细修长的人物青铜塑像 身体几乎被打碎 但仍然高耸挺拔 朱克麦蒂大部分的作品核心是人类的尊严 人类需要在一个近乎倾向于毁灭的浩瀚宇宙中宣称他们的存在 而他的青铜雕塑作品更像是人类毁灭后的残骸 支离破碎 接下来 第四组 勒克斯 勒克十三 棕榈叶的灵感来自于法国艺术家 亨利·蒂斯 亨利·马蒂斯是野兽派的创始人 野兽派的画作 不再强调穿成的偷视 明暗关系 大胆涂色 并且推到极致 会选择他作为灵感之一 除了投资创始人 身在同学时期 而马蒂斯本人也非常喜欢斯科威賴的设计 他还会把自己的裙子叫做 My Skaveli Dress 画家也有一系列画作 叫做高定衣橱 更有甚至还有几幅作品 就Conversation 对话 就是按照斯科威賴的设计来画的 路克斯有一个细节我还挺喜欢的 双拼领的中长大衣 然后这枚胸针 是一支镀金的棕榈叶 我突然想到 同一个题材 不同设计师的不同发散角度 就好像是一个命题作文 优秀的作品 各有各的不同 有人能做印花 有人做镂空 有人做磁绣 有人能做成金色的胸针 有人就能用皮革做成连衣裙 时尚圈其实并不害怕选择同一个主题 尤其是创意寥寥的 这个高定小圈花 蝴蝶 蛇 植物 这些都非常常见 大家比的其实是一个twist 一个精妙的反转 如果换作是我的话 以我目前特别想红 特别想拨眼球的心态 我可能会做一件非常非常大的 一件巨型的showpiece 上一个点评 就光这个湿头 我就出了四个想法 然后我觉得应该是有被看到 因为后面好像有一些些设计 是有一些些的影子 等一下大家可以证实一下我的想法 是不是我想太多 接下来第五组 hook 19 二十一 二十三 二十八 接下来的几件都来自于艺术家 Jack Wheaton 纽纽约时报称其为新抽象主义之父 惠藤在姿态抽象 Gesture Obstruction和过渡艺术 Process Art之间搭了一座桥梁 他的作品通过不断的实验 游走于机械自动画和深度的作表之间 建立起一种非常微妙的独特的绘画语言 这两件 一件是弹力半身裙和开衫套装 全部是由手工重新镀金的彩绘木珠 金属叶结构有手工涂金器的织物制成 镀金金属腰带 还有灯笼新草镶前的斑膜耳环 另外一套包括一件超紧身的钩边开衫 用黄金铸成的天然色球花制成的珠宝扭扣固定在一起 配套的裙子绣有不规则的破碎的镜子碎片 搭配一只银色的黄虫凶屎拿包 还有一对镀银的黄虫耳环 配有链条黄虫扣 用破碎的镜面做裙子 Scivalete并不是第一次 但是镜子的寓意很符合这一次主题 每个看客都能从一小片镜子中看到自己 而这个自己就是一种主观影射 有意无意 我们都对主题外的事物是一种客观反应 而一个人的社会属性 更是来自于它四面八方的意识反射 到底你才是真正的你 还是众多人口中那个你才是真正的你 一件设计想要超越时间而存在 需要它能不断地从不同的看客中 得到不停的新的阶段 Look 19和Look 21也是两件马赛克大衣 这里边每一块马赛克都是皮革手工上色后 拼贴起来的 这两件分别有一万片和一万两千片 这两组马赛克大衣 灵感也都来自于弗洛伊德工作室的外墙 接下来一组 Look 19 21 灵感来自于西班牙 这一组我觉得是最接近那种 我去看一个艺术展的时候能看得到作品 花花绿绿热闹闹然后看不太懂 我问了一下我做预厨的经销商的朋友 他是这样说的 这一类作品有着非常完整的自我表达 他们也愿意等观众来解读 但是他们一点都不魅俗 因为无论是色彩结构光影都不是常规意义上 马上能懂的漂亮的画面 而且对应的这几件设计 也都没有常规认知中高定的礼服该有的 性感优雅 他们不但看不出腰身 而且也不显高不显白 这两件更适合有完整的独立的自我意识 而且能坚持自我 不被大众意见所左右的艺术家的风格 也就是说 如果听点评说 你这一件也不显高也不显瘦 他们会说 哦 乐克十一乐克十二 灵感应该来自于艾奥特的一顶帽子 用鱼骨做出腾轰围绕的线条 乐克十四是一件马海毛大衣 前进有两只木头雕刻的手 这两只手来自于创始人艾奥特生前 工作室里两个人台 一个男模特叫Besco 他的女朋友叫Bescoing 金姐的这一件特别出称的腹肌群 灵感就是来自于这两只木头人台 接下来随处可见的一片亮蓝色 克莱因蓝 蓝色是天空是水是空气 是深度和无限 是自由和生命 蓝色是宇宙最本质的颜色 我第一次看到实体的克莱因蓝的艺术作品 就是几年前在巴黎彭皮度 我觉得图片并不能真实的传达这种颜色 因为这种又深邃又饱和又明亮的颜色 非常难用语言形容 这个真的需要亲眼所见 你才能体会这种蓝到底有多漂亮 因为它太过纯净 很难找到与之匹配的色彩 因此它的冲击力格外的强烈 这种蓝也被誉为一种理想之蓝 绝对之蓝 其明镜空旷 往往令人迷失其中 前面这几大所灵感就是直接取自于艺术的作品 所以第一反应更多是 住俗 停留 观看 再观看 然后下部一组就是高点的另外一个面向 传统审美 是一看就懂 不须多言的美 6个7 6个9 6个16个25 同样的扩形 不同的材质 不同的表现手法 关于收腰的扩形 我之前都讲过 如何强调腰盾比 才是好看的角度 而且我还举了一个很极端并不提倡的变装皇后的例子 我们来总结一下 整个系列只有30个路面 Z长的小而鲸 30其实少于这张协会规定的 每次只少35套 每一子灵感来源不尽相同 但彼此互通 马提斯的棕榈叶也出现在弗洛伊德工程式的外墙上 品牌标志性的白鸽也点堆在各处 而代表超限制主义 打开未知世界大门的钥匙孔 也出现在洛克什的胸针上 以及洛克什的正面 这一期内容本来打算用实时direction这种方式来做 但在我写了前四套的睡意重点之后 我发现还是按照灵感的来源 然后用艺术家分组的方式更清晰 至于前四套 写都写了 录进来 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两种方式 你们更愿意听哪种 是整体拎大的框架 还是说每一套 我们掰开揉碎 我们研究细节 洛克一 黑色羊毛夹克 领口袖口 是有白色腹筹签片 结构的轻锅领和喇叭袖 不对势的波浪群 是紧身胸衣常用的 硬质黑色Canvas 帆布纸长 这件是Squelletti 常用的领的形状 去年也有 白鸽领 像两片展开的翅膀 这次继续放大 Look 2 奶油色致密羊毛 长手大衣 带有黑色微珠的错觉 人体刺绣 黑色水洗罗断群聚 搭配铜色料 三重欧根沙荷叶边 体积极大 层层叠叠叠 关于人体粗位 丹尼尔之前都做过 而且在去年 Y Project创意中间 Glenn Martens 和Gaultier Gaultier的投资之后 我们就在Y Project Gaultier 后面陆续还有 罗伊威 以及Balmar 大家似乎都很喜欢这个想法 官方介绍说是 Microbeats 叫V型绣珠 更常规的一种叫法 应该是 Cowier Beats 鱼子酱珠 因为它特别细小 所以能以更细密 更细致的方式 呈现出一种 不一样的效果 我记得Gaultier的高顶 而且是在 Likado Peach的时期 就曾经展示过 这种Cowier Beats 是一种什么效果 后摆翘气 凸出群形的Bustle Dress 这个主要流行于 19世纪后期 大概是1880年左右 然后一个个人想法 其实视觉错位的刺绣 只做一件大衣 就已经足够漂亮了 完全可以做一件 没有这个群称的 戴磁绣的大衣 而纯白色的大衣 叫Bustle这个群称 本身就已经很好看了 没有必要把这两个灵感 塞一起 而且还能多一个look Likado 3 领子好看极了 它一边是枪过的 一边是轻过的 而整体就像一个帽子 套在脖子上 把常规元素 放在非常规位置 在设计上 其实是一种 很常规的设计手法 那么以艺术家为灵感串场 分成不同小组 这每一个小的 已经装完了 甚至更细的 每一套look的细节 这种小小的也装完了 接下来我们装 大的 整体的思路 本一装大之前 先来一段碰瓷时间 这个的装 是不是有一点像 我之前这个的装啊 然后这件大型的鸡膜 就是有点像 我上次学到的 这个圣天使啊 那至于这一件 宗宗宗的连衣裙 有没有有点像 我上次学到的 我我我 稿子啊 要不想要不想要不想 是不是不 像不像 我看你就是为了 鸿鸿鸿的硬捧词啊 我这三组呢 多少有点玩笑成分在 因为这一季 还有一些其他品牌的影子 可以看到 首先克莱因蓝 这个喷绘妆容 其实在2005年的时候 Makoon也做过 而这件马赛克大衣 虽然灵感来自于 画家公司的外强 但整体更像 Dior203 海盗爷时期的设计 这两件紧身胸衣 和Mugler1994 1998年的设计非常像 而这一件 模仿画家 逼出痕迹的大衣 也非常像 Dior70周年的这一件 而这一次 秀上所有的 脚褶形状的高跟鞋 确实是Daniel说 这一季 他希望鞋子 以一个最隐形 最无感的状态 藏匿其中 因为前几季都是金色 脚褶形状更具体 指甲身更长 更夸张 更醒目 因为之前的鞋子 并没有被诟病 这两件紧缩之后 反而被很多人指出 脚趾琴的鞋子 McQueen做过 其实VVM Westwood也做过 马吉他的副线 MM6也做过 甚至去年 Y Project也做过 还有巴黎世家 但脚趾鞋子 并不是空穴来风 因为在创始人 Elsa还活着的时候 就推出过 同样来自自协大师的 合作设计 假发鞋 轮滑鞋 那关于所有这些 到底是致敬 是抄袭 是借鉴 我保留一个 相对开放的看法 然后上一季 收藏集的结尾 我表达过 服装设计艺术感 和商业性统一 能融合这个悖论的 一点看法 如果说 Squadeli这个品牌 是一个商业化的 成衣品牌 想要避免自己的设计 过于戏剧化 过于舞台装 避免太像演出服务 但是 重出重围 进入大庄视野 正是因为 它有强大的视觉冲击力 因为经过 连续几季的爆破之后 达到这个品牌的激情 和期待度 非常高 但由现在的身份 几十年前是一模一样的 这一家时装屋 目前只能接待 真正有实力消费的客人 所以 需要能欣赏的门槛 也非常高 品牌的设计团队 在充分燃烧之后 这几季开始 有一点后劲不足 虽然这是一个高定品牌 但我认为 还是需要借鉴一下 那些大品牌 商业化品牌 他们的商业逻辑 在设计上 需要更犀利 也需要更聪明 整个团队 也需要休息 再充电 Squadeli 目前讨论度 话题度 在每一次 高定时装周 我觉得都超过 其他品牌的总和 但是它的体量 其实依然非常小 存球也只有四家门店 去年整体的营业额 好像也只有 600万美金 要知道 同样做高定的CHANEL 每年营业额 大概在 接近 150亿 180亿欧元 所以 光靠设计 能做到这种 机率的认知度 已经非常厉害了 Daniel接触品牌 这几年的战略部署 第一步 显然已经完成 通过令人惊叹的设计 通过超高频率 高密度的创意输出 让品牌在短时间内 迅速拖宽市场认知 上一季 已经有市场评论员 做出 没有品牌 可以只靠 红毯独活的担忧 对品牌的商业化进程 进行一番质疑 所以 这里提出一个 开放性的问题 服装设计 在以艺术品 为灵感的道路下 是能 越作越宽 还是 越作越窄呢 很显然 如今的高定市场 中流砥柱 已经在之前的这一期 单独统计过 目前在社交媒体上 能搜到的 真实的高定客人 Chanel 是霸主中的霸主 日装和婚纱 整体数量 都占据 半壁江山 而其余高定品牌 全部在卷 晚装 礼服这个赛党 时尚一世 风格永存 设计师 Daniel也发现了 组装设计师的作品 寿命非常短 很多世界的寿命 只有题材上 等到20秒 随后就永久躺进大案馆了 而其他艺术形式 比如电影 绘画 雕塑 的存续期 显然更长 让艺术和时尚进行对话 也是对抗时尚体系 飞速变化的一个表达 同样意识到的 还有圣罗兰 创意总监 Anthony这集的设计 越来越精简 越来越统一 但他依然计划 要给圣罗兰拍电影 因为经典电影作品的经典造型 能在故事的叙述加持下 常常过了几十年 依然为人们兢兢乐道 所以通过与其他艺术品的形结合 与其他艺术形式的形结合 这样的确让设计的保质期 继续延长 而且道路也继续拖宽 如果我们把现如今的时尚行业 思维高度 用不同维度来分的话 绝大部分高定品牌都在 且只在第一层 建立在传统型品标准下的仙景群 犹如背面图案一样的扑克牌 混在一起打散再重新分 每一叠依然可以是一副 完整的扑克牌 因为仙景群无论是审美高度 还是思维高度 就像一帮阴阴阴阴的洒扫宫女 一波又一波 根本没有任何排他性 几十年没有变化 而Daniel 笔下的Svedi 可以和很多小众成衣品牌 放在思维高度的第二个维度 因为利用艺术的作品为灵感 起码思考方式和角度 就有很大不同 而关于这一场的全场分析 市面上也有很多 不同市场媒体 也给出很多不同报道 有从灵感入手 逐一分析工艺的 有分析商业化和高定行业现状的 也有跳过服装 直接分析整体思路的 这些都可以算在第三个维度上 有评论说 这个系列一眼看上去 像是AI生存的 为今年上半年 技术大范围突进的人工智能 TTPT和制图软件 Mate Journey进行结合之后 尤其是对于设计行业 让很多人都感叹 原画师一夜之间实演了 当然也有很多人 进行服装设计的尝试 我也看到过很多 AI设计成程的走秀图 效果图 这些通过TTPT 不断调整关键词 然后不断给Mate Journey进行 类图最后生成的 精美的 非常风格化的图片 这样的人工智能组合 的确做出过不少设计 一方面能很好的研习 原画作的风格 或者原设计的风格 但经过几个月 整体看下来 其实并没有十分创新 DANEO这一个系列 看下来仿佛是AI生成的 这整个系列延续了 不同艺术家 不同作品的风格 延续得非常好 我也非常认同 耿皮看起来让人觉得 精美无比 但是他没有情感 他不太产生共鸣 也不排除是因为上一季 情感共鸣太过 所以这一次 将来先收缩 但是关于这场秀 所有关于没有情感 或者是借鉴过于直白的负面评论 DANEO似乎早早都准备好了 他似乎早就预测到会有人有这样的声音 所以他在整个show note最后一段是这样说的 我们生活在一个时刻被爆炸性新闻 明星丑闻 各种各样信息填满的信息时代 而设计师们要在这样的节奏下进行设计 而很多时候我们在网上看到设计 而其中很多信息或者设计 甚至都不是由人手 或者人的思想来创造的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第二天就会被人们抛到脑后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希望这个系列具有非常激进的 甚至毫无疑问的拥有人的痕迹 而且希望直根于那些人觉得经典和永恒的意识参考 我想以人类那种创造的本能来进行设计 所以这里是不是可以说 我们这些很多自以为站在第三维度 也就是更高维度 来俯瞰DANEO设计的时尚评论家们 其实也在DANEO的预备设程里 所以时尚评论家们口中的偷懒和借鉴 会不会是DANEO结合时代背景下故意嘲讽呢 就是说真正的我们被这个世界吞没了 真正的灵魂都被信息吞没了 真正的思考都被AI吞没了 也许DANEO正站在第四个维度摆出一封 你看你看你看 我早就料到你没这么缩缩的表情 通常情况下呢 帮设计师这么着补 硬是他妈的拗出四个维度 多少应该是收了钱的情况 我就跟大家说这一次的确没有收一分钱 那这一次唱反调的 就是价钱没谈拢咯 我可没这么说 只是处女座加设计师 我更喜欢实干 如果有问题 我更喜欢能提出解决方案的人 所以接下来更难更核心的问题 如果他想摆脱这种容易被诟病的 到处借鉴 以至于中心思想不明确的设计思路 有解吗 有啊 而且很简单啊 各位看视频小伙伴 有任何想到一块去了吗 有吧 如果有的话 给大家三分钟时间 把答案的评伙上 关于如何摆脱借鉴太直白 甚至像Mate Journey生成的AI图一样 其实可以通过回溯创始人 来找到解决办法 创始人斯卡巴雷里 之所以能成为设计的祖师奶奶 是因为她把服装 服务于肉体的刚需产品 和对精神世界产生震荡的艺术品 进行了一个史无前例的结合 在此之前 以及之后很长一段时间 没有设计师能达到这样的高度 他活着的时候 艺术界最前沿的风格 超现实主义 把本该只存在于 艺术分为浓厚的 画廊画作者的冲突感 矛盾感 带到了现实世界 Daniel的确演习了这种 从艺术家 艺术作品 来汲取灵感的特殊手法 但是她忘了 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 大家对这些几十年前的 前卫的 超前的手法 已经习以为常了 所以Daniel不是不能 从艺术家的作品里 汲取灵感 而是不能再从那些 1923年 艺术家的作品里 汲取灵感 这道题真正的揭法 其实也非常简单 她只需要走出办公室的门 去巴黎 彭培多艺术中心 看一下最新 最热 最前沿的 最时下的 2023年的 艺术家作品 她只需要和这些 年轻的艺术家合作 做2023年的 艺术家的 大胆的唱一首 Let It Go 就可以了 尤其现在 很多3D渲展艺术家作品 也非常有冲击力 这些作品 也是一种 当下的超现实主义 这里随便就举个例子 至于具体去找哪一个艺术家 以什么样的方式合作 那就不是我的工作了 因为如果我连这个都做 那我就真的要收钱了 又是这手画脚 不自量力的一天哪 好的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 什么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的视频 欢迎订阅点赞 投币 把他们列为了 下一期我们讲 Iris van Herpen 除了续长解析 我还采访了 当年的一个朋友 她在工作室 做自己吃 好了 再见 拜拜 预约起来啊